我想在這段影片講一講我對於未來中美關係的看法 先回一回歷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就有一個冷戰期 那個冷戰期就是美國和蘇聯之間的冷戰期 在這個冷戰期的時期 美蘇兩個大集團基本上沒有經濟上的接觸 也沒有軍事上的結束 在兩方面 今天的中國和美國的關係就不相同 中國和美國之間的商業關係非常密切 貨物來往為非常多 因此我們今天就不可以用當年的冷戰關係來看這回事 在中國開始崛起的時候 開始慢慢無聲的時候 開放政策就正在做經濟發展 而美國就覺得 可以讓中國在經濟上發展上來 但軍事上就不可以和他合作 不可以讓他發展 所以美國對中國軍事科技 軍用物資的禁運 從頭到尾都沒有停止過 到目前為止 中國仍然無法在美國 可以買到任何軍事上的用品 所以美國正在用一個策略 就是 經濟上我們大家合作 但軍事上絕對不和你合作 而美國利用他的強大的軍事力量 就維持了他在世界舞台上的政治舞台上 一個很大的發言權 基本上就什麼都會說 當中國慢慢冒起的時候 現在就已經中國 我們知道中國的購買力 那經濟力量已經大過美國 但當然從美元計算的GDP計算 中國的經濟仍然是小過美國 一半左右 一半至三分之二之間 這只是指壓可待 所以現在中國慢慢變成 世界第二大的經濟體系之後 就面對一些新的挑戰 因為初初你小的時候沒有人理你 現在你大的時候 就變成了 例如在上一次 在去年 在利比亞投票時 中國投棄權票 被人說你沒有領導能力 因為你國家大你自然 人家有個期望 你會做一些領導出來 所以中國想不領導世界都不行 但中國也不肯 就下下以美國利益為主 中國要視乎中國本身的國家利益 因此中美之間的矛盾就會越來越大 有人曾經說到 當一個國家的力量很小的時候 頭部就不理你 沒什麼所謂 但當你追到最近的時候 那個競爭就最劇烈 那個競爭最劇烈是何時呢 就是剛剛超過人家之前 和剛剛超過之後 這段時間會有一個很強烈的競爭 現在問題我們看到的 和中日關係是類似的 中國在經濟上追逐 日本成為第二大 在日本的角度 現在他們仍然都是 連著這裏和那個頂 然後避犯到問題 因為他們是深入微服的 這件事要需要一段時間 才可以 讓日本知道 我已經沒有機會 在中國在經濟和軍事上競賽 他們就會一些不斷這製作 現在中美之間的關係,中國開始挑戰很多美國主導的國際機構 例如IMF,中國已經是第二大經濟,所以要更加侵複,美國當然不肯 結果中國的策略是你不讓我參加,我自己來搞 這個情況是跟中國要搞天宫太空站 中國初初想跟美國合作,你既然有一個國際空空站 跟蘇聯一起搞,我想玩Ivan,可以嗎? 美國人不跟你玩,不可以 那你不跟我玩,我自己玩 第二,那些軍事科技全部禁運,中國沒有辦法自己來 所以現在的形勢就是美國逼著中國自己做 這個有好處和不好處,好處就是中國學到很多東西 你不學你做不到,所以要學很多東西 不好處是要用時間長一點,經費要多一點 但是現在我看看,我覺得中美競賽的結束會結束得很快 什麼時候結束呢?當然我不能夠指出 今年3月4日會結束,沒有可能是這樣的 但我相信中美競賽的結束會發生很短時間 原因是為什麼呢? 第一,中國在各方面的力量上升 譬如,我很相信中國自己的國產航母 可能在今年或最遲明年一定會下水 這個我相信 你問我有什麼證據 我就可以很籠統地說 所以你不要執拾我,一定是 但我很相信,這個我自己相信 中國第二隻國產航母會在今年或明年下水 第一隻航母下水之後 我很相信中國可能會每年一隻 在未來幾年有五、六隻航母出現 這是第一 而至於中國的戰機,殲20 殲20似乎就是國家給錢 而殲31似乎是成都公司想造飛機出來賣 到底將來中國的軍方會不會用殲31 我不知道 但是殲20似乎可以完成它的試驗 我想今年可以完成 明年可能有一部分是投產給軍方試用 然後遲些可以正式騙入中國的空軍入面 當中國的海軍和空軍都有一定力量之後 我也知道中國的核子潛艇已經有幾隻了 現在有五、六隻 我很相信中國會繼續建造核潛艇 這是用來保護自己必須的東西 在這種情況之下 在軍事競賽方面 中國會慢慢追上去 當然跟美國的龐大的軍事力量 沒有得比 美國現在用的軍費 根本就比中國大 三倍 所以仍然是不能追 但是一個問題就是 中國就是用中國人的購買力 來計算 如果今天用這個購買力來講 中國經濟已經比美國大 即是說 如果用美元來計算 中國的購買力和人民幣 這樣轉正 就應該是大約大30%左右 30至40%左右 即是說 中國雖然現在的軍費是 美國的三分之一 左右 大約30% 就變成差不多 再多些 基本一半左右 即是說 美國的軍費開支 不是相差太遠 而且中國肯侶 人多 所以 很多事情可以比美國便宜 例如研究人員 不需要像美國的公司 要賺大錢 中國的成都公司 要賺錢 但不一定要賺大錢 這個分別就很大了 因此我覺得 中國的軍力追上去 會指日可待 第二 當中國第五隻 六隻的航空母艦 落水的話 美國軍力的優勢 就會基本上是中和了 中和了軍勢之後 接著幾件事 會出現 第一 俄羅斯和美國 就被 美國逼了過來 中國合作 所以 習近平在上任 第一個 訪問的國家 就是俄羅斯 跟普京 非常之老友 即是 換句話說 這個戰略的關係 已經是 形成了 加上能源的關係 和經濟關係 會 兩個 一個 武力強國 俄羅斯的武裝力量 不比美國差 因為它由蘇聯解體之後 把蘇聯整套軍備 基本上 俄羅斯 全部都承受 所以它有很龐大的軍事力量 在後面 當然 經濟力量很小 現在是GDP排第九 但是 排第二 中國 中間 可以互相合作的機會很大 因此 中國 追上來 軍事 可以利用俄羅斯幫忙 會更快 但 用不用 我不知道 我只是這樣說 而美國現在面對的問題 它自己本身面對的問題 就是 它現在的國力 可不可以繼續支持 這麼龐大的軍事開支 有很多人說 它已經做了幾十年 為什麼現在會突然不行 為什麼現在會突然說不行 原因就是 它在很多年前 其實 美國裏面有一個叫做 American Civil Engineering Association 即他們的工程師學會 建築工程師學會 每兩年左右 就會對美國自己本身的基建 做成績表出來 這個成績表 已經四、五次 都是評分很低 已經說 美國現在的基建 已經是落後 剛剛 在去年 十二月頭 曾經崩潰橋 崩潰橋 崩潰橋 死了一個人 死人 而那邊CBS 他們的電視台 做過六十 時事六十分鐘的節目 亦有一個專輯 就說美國本身的基建 他們叫做Cumberland 好像那些餅乾碎 已經就倒閉了 那這一個呢 我想在美國政壇 如果要做這件事 他們說的是 要幾多個Tradion Dollars 是有估計 由1.6到2.2Tradion Dollars 如果要騰出這麼大的經費 當然 這個不需要一年比 就當他把經費分十年比 都說 每年一百個Billion或以上 用到細數 當它是一個Tradion 多一點 搞得怎樣 你分十年來做 每年都要花一百個Billion 現在他在軍費上花五六百個Billion 所以他要是在軍費上減少 如果要減少 軍費減一百個Billion 這裏是減少20% 或者其他地方擠出來 那他有什麼地方可以擠出來 我看不到有什麼地方可以擠出來 因為他們的醫療又貴 經濟和教育減少 都已經是擠無可擠 當然還有一個辦法就是加稅 但是 他們是一個民主國家 如果一個政客走上來說 我要加稅 我想他一定選不到 選不到 選不到就做不到 所以 我看不到他有什麼方法可以扭轉這個 因為他沒有投資 換句話說 你對外面的軍事力量很大也好 你國內不行 你終於會在內部先倒下 在美國裏面倒下 美國的collapse 不會是來自外面 不會是來自裏面 即是說 他根本的機器 這個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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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水又不行 排污又不行 橋又不行 又沒有高速鐵路 他慢慢慢慢的內部 他直接是 越是 那個內裡的基建 越不妥的話 他那個經濟運作就會越慢 他在內部的經濟運作越慢 那麼 他們在維持著他們的軍事力 所需要政府的來源 錢的來源 就更加越少 那麼當然 我們知道 美國實在富強 實際的原因是 因為他的 PATRODOLLAR 現在剛剛就是 沙特拉伯的皇帝 剛剛死了 新皇帝上來 將來的關係 我們當然不知道 現在就是 有一個石油價格戰爭 正在發生 我們看到 石油跌到 好像現在四十多元一桶 對 美國的 葉岩油的工業 有一個很大的打擊 因此 又有另一大販 現在受壓力 我看不到 美國怎麼可以 從這個困局走出來 所以 中國和美國的關係 只要繼續維持現狀 的話 中國繼續 做自己應該做的事 做一些繼續發展經濟 扶貧 將中國的貧富 再拉細些 尤其是 貧窮的農民 將他們置富 這個中國一定要做 習近平在做大量的 貪污 掃除貪污 這是一個好事 加上 中國軍事力量 你不和我合作 唯有自己做 自己做 現在中國又有戰鬥機 最先那隻 僑龍 就和巴黎斯泰 一起做 現在又說 賣給沙特阿拉伯 中國一打開了 這個高端的軍備市場之後 美國軍備那邊的壓力會更加大 現在中國的 售賣軍火 通常都是國家賺最多錢的地方 中國售賣軍火一向 都是在低端那邊 即是賣那些 槍、子彈等之類的東西 現在中國是有 那些 那些 驅逐艦之類的賣 遲些 就有買飛機買 現在Hero也在賣 雖然未找到客 但是 他也在說 可能買到客 找到客 可以賣 而 簽三十一 就可能賣 當這樣的情況發生 中國的 和美國在軍備市場上 大家爭取市場 會有三大巨頭 那時候就是 俄羅斯的軍備 中國軍備 和美國軍備 三個大集團 在那裡鬥 那 從性價比 我相信 就會中國贏 因為中國到底人工是便宜 而且就是 人多 多人做 所以 那個 Economical Scale 可以上來 所以我覺得 性價比應該中國 會贏 因此 現在的人不肯 跟中國買 仍然在考慮 美國那邊 但是 當美國開始 人家看到 它下跌 這個下跌 就會很快發生 加上 它內部 不行 我就 不敢說 什麼時候發生 但是 可能 我將我本來 心中的 時間 就會推遲 我覺得 我一直都不肯說出 我心中 認為 美國幾時 下跌 我現在都不會說出 因為 這些 預測沒什麼意思 因為 事實上 我靠的證據不多 不夠充實 我的感覺 但是 我自己現在的感覺 就是 我覺得 我會將這個 推前 再推前些 不急的 如果你國下有錢的話 你喜歡怎樣做就怎樣做 你千萬不要因為我說美國不好 那你就不去投資 也不要因為我說不好 所以你去投資 總之 不要聽一個 在網上你不認識的人 亂說 你是自己 決定自己的 身家、性命、財產 怎麼做 就是很愚蠢的事 我只是跟大家聊聊 我只是打發一下時間 因為 退了休沒什麼 有時候 上網做一下 聊聊 就是這樣 所以 大家聊聊聊 那我就看將來 中美關係 中國 爬美國 頭 指日可待 我覺得 五年左右應該可以了 那 你怎麼看呢 你說我知道 拜拜